上回说到,名人被一群牛追着,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进入了比赛场 站起身后名人问陆丸,所住怎么没在?陆丸说不知道,而且他的对手托斯也没来 那能来得了吗?托斯早就下馅领和饭去了 这时,新的裁判玄坚对他们说,别转悠了,挺起胸膛面向观众吧 今天你们可是主角 随后观众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不一会儿,玩罗的老爹四代风影也来到了赛场 三代火影和他互相寒暄后,站起身也讲了几句话,宣布比赛开始 由于托斯来不了比赛了,所以对战表稍微做了些调整 这次的规则和预选赛一样,直到有人死亡或者认输为止 当然,要是裁判认为高下已分的话,他就会强行终止比赛 第一场就是名人对战宁次 伴随着裁判的一声开始,名人率先攻击扔出了两发苦无 被宁次轻松挡下,然后名人朝着宁次冲了过去 对着他的头打出一拳,宁次一招四两拨千斤,再一次轻松化解 接着名人又使出天马流行拳,宁次稳如老狗丝毫不慌 伸出手掌一一挡了下来 名人见拳头不好使,就开始用脚踹 结果不小心露出了破绽,被宁次反手一掌打在了肚子上 一击得手,宁次紧接着就要点血 名人急忙一个后滚,才险些躲开 随后两人开始打起了嘴炮 放弃吧,你是打不赢我的 我刚才就是试试你的实力 准备好,我要开始装逼了 名人说完后分出四个分身 他把查克拉平均飞在每个分身上 这样即便是有白眼的宁次 也无法看出哪个是真身 此时,看台上的天天化身小迷妹 开始为宁次解说 没用的,在宁次的防御面前 任何攻击都是没有用的 随后,名人四个分身冲向宁次 打了半天,愣是连宁次的一根毛都没碰到 不甘心的名人再次冲了上去 只见宁次跳起身,表演了个托马斯回旋 空中转体好几周 两三下就解决掉了名人的分身 之后又开始了嘲讽技能 就这点本事,还想当活影 放弃吧 人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从一出生开始 一切就都已经注定了 名人表示不想听他逼逼 就又分出更多的分身 再一次朝着宁次冲了过去 打了半天,还是伤不到他分毫 宁次一边战斗一边分析 为了避免被自己点血 攻击次数最少的那个肯定就是本体 然后就锁定一个目标 一掌戳戴了他的胸口 只见这个名人喷出一口老血 随后其他的分身都砰砰砰的消失了 正在宁次为自己的推理自豪时 堆在地上的名人却呵呵一笑 抬起头说 小伙子,你太自作聪明了 然后砰的一声也消失了 宁次一脸懵逼 我操,被打脸了 突然身后跳起两个名人 朝着他扑了过来 看台上的牙见状 激动的都开起了白眼 大喊一声 名人牛批 只见名人一拳打在宁次脸上 却被他的查克拉挡了下来 看台上,除天他爹看到后眉头一皱 再看宁次,开始原地转圈圈 形成一层查克拉照住了自己 瞬间把名人给弹飞了 日向日足心中一惊 这不是日向家 只有宗家才有的秘书回天吗 没想到宁次居然能够自己领悟出来 不愧是天才呀 随后,名人又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结果依旧是被宁次的回天全部弹开 小迷妹天天又开始了解说 说这个回天 和我埃罗的沙之盾性质一样 是另一种绝对防御 此时比赛场上 宁次对名人说 结束了 你已经在我的八卦阵里了 说完后摆好架势准备攻击 台上的日足再一次被震惊到 这起手势难道是 没错 正式柔拳 八卦六十四掌 只见宁次冲向名人 快速的打出了六十四掌 封住了他身上六十四个穴位 名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看着倒在地上的名人 宁次又开始打起了嘴炮 疯狂嘲讽他 除天看到自己未来老公被打得这么惨 一着急都咳嗽出血来了 这时过来一个暗部的忍者 给他治疗了一下 然后说没什么大事 静养下就好了 主角倒地了怎么办 那当然是赶紧进回忆沙了 一段回忆沙后 名人再次站了起来 接下来的剧情大概交代了下 为什么宁次会认为 人的命运一生下来就注定了 这就要说到他们家族的宗家和分家 宁次摘下了自己的护额 露出了额头上的一个印记 虽然每日像家族分家的人 都会被种下这个咒印 种了这个咒印后 就会像龙中的鸟一样 被宗家的人束缚着 这个咒印会破坏他们的脑部神经 甚至可以轻松地被宗家杀死 而且这个咒印会给着他们一辈子 直到死亡才会消失 还有就是在宁次心里 一直认为自己的父亲 是被宗家的人害死的 话说多年前的一个夜里 有人劫走了除天 然而那个人被追出来的日族杀死了 这个人是刚和木叶 缔结了同盟条约的 雷治国的忍者头目 他的目的其实是想要得到白眼的秘密 然而雷治国的计划失败后 却反咬一口 以自己国家的人者被杀为借口 说木叶违反了同盟条约 还提出了很多无理的条件 木叶为了避免开战 和雷治国达成了秘密交易 雷治国要求交出凶手日向日族的尸体 宁次认为他爸是为了保护宗家 当了日族的替死鬼 明明是一个娘胎的双胞胎 却因为出生时间的先后不同 命运也截然不同 因此他才会如此痛恨宗家 并认为命运注定无法改变 当然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咱们一会儿再说 宁次讲完后重新戴上了护额 再次开启白眼 决定要结束这场比赛 冲上去给了名人最后一击 打完之后就自信回头 然而名人却站了起来 小伙子买挂吗 实力选手不需要外挂 那我给你表演一下吧 臭狐狸交房租了 随后名人双手结印 身上布满了红色茶可拉 紧接着瞬间消失在原地 跳到空中扔出两发手里剑 宁次回天挡下后 反手又扔了回去 睡耐着又赠送给他两个 名人一个顺身就躲开了 然后两人又掏出苦无 开始秀起了操作 一时间打得有来有回 打了几个回合后 名人大喊着朝宁次冲了过去 宁次想要回天防御 却为时已晚 只能用苦无生生的挡了下来 在场上瞬间炸起一阵烟雾 这动静惊呆了看台上的观众 连灰迷中的雏田都惊呆了 烟雾散去后 只见地上出现两个大坑 正在大家猜 哪一个才是名人之时 一个坑里伸出了一只手 紧接着宁次从坑里爬了出来 他缓缓走到另一个坑前 看着躺在里面的名人说道 不好意思 吊车尾 这就是现实 然而就在他自说自话时 突然下方传来动静 只见名人从土里钻了出来 一拳打在了宁次的下巴上 打得他是怀疑人生 差点就下线掐饭去了 原来名人在坑里留下分身做演示 本体却挖了个洞 找机会对宁次下手 名人走到宁次身前 此时他身体已经无法动弹 宁次说 原来你最擅长的忍术是影分身 是我大意了 不 我最擅长的忍术是色诱术 用出来怕你这小身板受不了 然后裁判宣布 本场获胜者是漩涡名人 随之看台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宁次被医疗班抬到医疗室后 初前他爹也跟了过来 他给了宁次一个卷轴 说是宁次他爹给他的 上面记录着当年的所有真相 宁次一看正是他爹的自己 说当年 日族为了村子 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要去赴死了 但是日差却主动站了出来 一拳打倒了日族 他说虽然他怨恨宗家 但是他也想要保护自己的哥哥 他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一回决定 他想违抗日向家族的命运 就算只有一次也好 还说希望他们告诉宁次 自己不是为了守护松家死的 而是为了守护兄弟家人 以及村子而死的 在结尾还告诉宁次 说是自己战胜了命运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用自己的双手去开拓的 看完卷轴后 宁次终于打开了这么多年的心结 这一刻 他的内心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下一场轮到了佐助和吴埃罗的比赛 然而佐助依旧迟迟没有出现 本来三代火影想要取消他的资格 但是四代风影却说 自己和好多大名 都是背着这场比赛来的 所以想让他再等等 那么就只能将佐助的比赛退后了 将让后面的比赛进行 后面一场是至乃对战看九郎 然而看九郎他们此次另有目的 以不比赛的对他来说无所谓 就主动弃拳放弃了比赛 游女至乃不战而胜 随后就轮到陆丸对战首局了 首局脚踩扇子落到了比赛场 但是怕麻烦的陆丸 却迟迟不肯下去 他现在甚至都想弃拳了 这时名人开心的冲了过来 一拳打在了他的头上 陆丸被他吓了一大跳 然后又被名人一下给推了下去 陆丸就以这样一个尴尬的姿势 出现在了比赛场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